80年代的香港娱乐圈,曾出现了无数换行者有的艺人,这些艺人虽然在影视剧当中,多以至塑造入行前的职业为主,为影片增测不少,更是优秀影片不可或缺的。 现年74岁的陈兴健被誉为传奇景丝,于全其人,就是因为他的块行,由此塑造了诸多经典的景丝形象。 当然他的一生之所以被誉为传奇,并不仅仅是事业的块行,更是有着感情方面的不羁。 当年还是仅次的他,就曾因为历次破获一些大案被受关注,包括王教长城公寓谋杀案,显示大杀凶杀案等等。 科室生不丰时,那时的警队设议值丰富为严重,最终,在三十岁的时候选择辞职。 辞职后的陈兴健,便迅速加入了全拍摄了爱情天文仔的肥皂炮。 这之后,更是凭借入行前的职业由此悲蜀之,拍摄了奇蒙妙既武复兴,退休探长,神勇双小炮,双龙出海等等。 最维隐,人注意的登鼠桃学为龙三中和梅艳芳的一出戏。 在此电影中的他有着一句经典对白,至今让人无法忘怀,那就是,你们老公不是你们老公。 除了演戏之外,陈兴健还是一位优秀的编剧和导演,双龙出海以及喜剧大事实惯闻的神探朱古力和新半斤八两,都创出了不俗的票房佳绩。 除了电影,他还先后在立的电视和香港电视广播流线公司担任节目组织和演员,特别多次担任香港小姐选举及无数大型节目的私仪。 后来先后被邀请加入邵氏兄弟,划进一场片,新城电台,东方魅力,东方电影,和英皇电影等公司,担任董事总经理和行政总裁等职位,成绩有目共睹。 事业如此辉华,感情也是十分的丰富,虽然娶了当时邵氏的当红影星游情,但他没有收心,外面窃下的风流再有为多。 据其好友早前爆料,他在巅峰的时候,同时拥有二十七位红,盐。 而他自己本身也承认了这一事实。 虽然陈心渐如此的风流,但妻子为了家庭,并没有和其离婚。 而陈心渐也是迷途之犯,尽量的弥补,但乃曾相友情突然出现了脑退化,犹如火在虚幻世界当中。 为了照顾妻子,陈心渐基本都很少出门,在家中陪伴妻子。